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想坐在椅子上讲 很舒服 但是站着讲可以面对更多的眼睛 所以我希望能够注视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注视我 每次来台北都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到台北可以了解到本地很多的 好的文化还有自由的气氛 惊的是每一次其实我都来得很不容易 因为在中国要到台湾来 除了自由行现在 基本上还都是我们叫做翻墙的状态 就是要人肉翻墙 你要把自己的肉体从那个封闭的一个社会翻出来 所以今天其实包括我一直在做的研究 也都是关于跟信息自由有关系 跟人的自由有关系的一些课题 那这个话题要谈起来就非常的远 因为我会把大家引到一个 关于神经学的话题上去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智能 从最早的生物的形态演化为今天的智能动物 一直到我在现在把生物学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 叫做社会神经学 那要一直到我在做的哲学的思考 叫做分享主义 所以这些概念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 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个细胞 在座不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吗 应该没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 是我们每个人的脸怎么形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形成过程 这里面有很多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是在两到三个月之间 胚胎的超声波的探照 所形成的一个动画图像 很神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到的和我们想象中的 一点点长起来的脸不一样 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细胞 在生长的过程之中相互传递信息 然后拼起来的一张脸 这就是细胞之间最早传递信息的机制 那我们继续想下去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智能呢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更神奇的一种细胞 叫做神经元细胞 这些神经元细胞它们之间相互传递的信息 不只是一些小的蛋白质分子 它们更强大的是说它们相互连接 它们有连接的顺序 它们形成了环路 它们不断地把这些环路放大 然后交叉重叠 然后形成了对各种感觉的反应的刺激 在过去一个世纪 其实人类最重要的生物学发现就是 除了DNA 就是在神经学上的发现 所以我们科学家通过研究这种生物 这种动物叫做海兔 它的身体里面有大概四万多个神经元细胞 比我们人类的一千亿个神经元细胞 要简单的多 所以我们科学家可以对它进行分析 那研究海兔的结果 告诉我们记忆是怎么形成的 实际上海兔身体里面很多神经元它们的分类 它们有触觉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感觉 然后它们和身体里面的那些环路进行互动之后 对这些反应进行回馈 那最后造成它们身体的各种动作 那这些动作之间它们还可以相互的学习 所以结果就是当你去刺激这个海兔 比如说它在进气口的地方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配合电机 那对它来讲它就感觉到很危险 所以它这两个动作连在一起 就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我们过去讲了条件反射 那这个条件反射多次进行之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记忆 那这个记忆呢 当然开始是短期记忆 但如果你不断的去刺激它的之后呢 就会变成一个长期记忆 那过去科学家对这个两种记忆方式 已经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呢 同样应用到对我们人的感觉 和记忆的理解中间去 因为记忆是我们所有理解万物和学习的基础 那么从基本的记忆到我们大脑的结构的分析呢 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记住的每件事情 我们学习到的每件事情 都是各个环路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们之间产生了很多关联 直到在我们的大脑的额前夜的 这一部分的神经虫 产生更多的意识性的行为 和主动性的行为 所以我们会大家记住很多相互关联的感觉 那这个造成了我们今天 可以去理解万事万物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通过多种感觉 多元智慧去共同协作完成的 实际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但我知道也不会有人举手回答我 也就是说你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事件 会记在脑子中 那就是我们的初吻 可能很多人他不会回答我说我告诉你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你为什么对它印象很深刻呢 因为它涉及到你身体的很多感觉 还有可能有你周围的环境 你所营造出来的气氛 可能是钢琴的声音 可能是很美的这个葡萄酒 可能是鲜花 可能是很多气氛 它触及了我们大脑中多种感觉 它们相互的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这样的记忆的程度就会非常的强 涉及到的就是我们在设计学习的时候 回过来就是我们在设计教育系统的时候 该怎么样去触发这些感觉 让它们能够共同的相互作用 所以这个是对神经学的研究 那么记忆和我们的意识 因为人是最可能是唯一 也可能是除了海豚之外 唯一的有意识性的行为的动物 那因为记忆的存在 我们会 我们突出的这个部分 会产生意识性主动的意识行为 所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智能 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的行为之中 大家比较一下 就是说从人的出生到七年大小 到我们成人之后 其实大脑之中 它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它们是不断的在扩展 但是那个黑颜色的部分 更颜色更深的部分 并不是说它本来没有这些神经元 而是说它们的连接得到了加强 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生来 它们是带有了很多天然的东西 我们科学上把它叫做祖母回路 也就是说是从我们上几倍传下来的 上很多倍甚至是 那这些祖母回路是天然的结构 但是我们要真正让一个人变成完人 那必须要去后天地学习很多东西 这个中间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 政治不正确的一些观点 尤其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制度之中 设计之中出现过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人种可能比另外一个人种更聪明 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天然的东西 是不是有很大差别 实际上这个差别真的可能存在 但是非常微小 所有的人在后天创造出来的成果 创造出来的价值 实际上大部分是在后天通过不断的学习 在连接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我们还要继续强调下去 那再仔细看一下这张图 其实它强调了在两岁之前 幼儿的儿童的 它的一些神经元之间连接 那些神经元其实本来都存在的 它们也是在不断的 这个早期的一些行为辅助之中 帮助它们去见识的过程之中 不断的增强它们的联系 实际上这些神经元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连接关系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我们一千多亿的神经元细胞 实际上还有更多一千倍的 这样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那带来我们人类巨大的一些潜力 那现在这个世纪 21世纪一个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是我们能不能把人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能够完完整整的 这个被计算机模拟出来 或者是把它复制出来 这个中间就涉及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现在叫connectome 就叫做神经元连接体 就是说当我们死之前 能不能有一种可能 把我们每个人的记忆 完全dump到我的这个电脑里面去 那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 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极问题 那也是我们哲学上很多年 无法去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们还会死吗 因为死亡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和痛苦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一天 但是如果我们的记忆留下来了 如果我们给这个记忆 创造一种可能的人工的意识 它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永生呢 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大家继续去慢慢去探索 那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 那根本不是生物学的问题 我要讲的是社会学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面临很多这样的工具 非常多的工具 层出不穷的 web2.0的工具 social media工具 那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连接 已经非常的密集 我们通过各种信息的手段 可以去让这些工具之间 连接成为一个网络 那这些网络呢 其实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叫社会神经元 比如说这个人 你们大概都认识 那它就像一个神经元 它有很多的神经的轴突 它可以伸到其他的人那里去 然后它还要从外界吸收很多信息 我们今天研究的就是说 每个人他到底有多少信息 是从外界接收进来的 还有多少种可能是跟其他人去分享的 所以今天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所有的讲者都提到了一个字 就是share 那这个就是社会神经元的结构 所带来的可能性 那我没有放大太大 但是因为太小就看不清楚了 那其实每个人 我们都是一个回到一个细胞状态 就是一个社会神经元 我们会跟其他人之间 进行非常广密的连接 不光是技术性的手段 还有传统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坐下来对谈 也是一种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那么我们现在的social connections 基本上就在形成新的社会回路 这些回路就像我们当年大脑 早期这些神经元之间的结构 它不断地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智能方式 那社会神经元到底对什么是有干扰作用 那我的这么多年的观察就是说 其实过去的权威主义还有极权主义 他们是最害怕社会神经元的 因为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会带来更多的信息通路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和其他人之间 带来信息的自由传播 那么极权主义里面它有很多东西是控制性的 他希望建立一种他认为唯一的一种信息通路 所以他们的会非常惧怕这种东西 包括今天过去的纳粹主义 包括今天的在中国还有共产主义的阴影 其实他们都在不断地做这种信息控制上的操作 但是我又发现一种现象叫做狗咬尾巴现象 所谓的极权主义 当它去控制信息的时候 实际上它最后都会不停地去干扰到它自己的系统 它运营 因为这种系统的本身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防火长城 这个人是中国防火长城的缔造者 叫做方斌兴校长 那我们大家会永远记住它 因为它创造了中国网络世界的最强大的防火墙 让中国的网民无法访问到YouTube Twitter这些网站 那这张图就是一个漫画家他专门画的方校长 在厕所里也遇到了Tissue 他没有办法访问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狗咬尾巴现象 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防火长城的侵害 包括他们统治者自己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那最近发生的中国的这个政治问题也是这样的 当人们去有足够的信息通路的时候 第一时间人们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把这些讯息传播出来 让统治者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控制这些信息 因为传统来看薄熙来这个案件 其实很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被公众所获知的 但是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像macroblogging social media这些tools 这件事情很快就得到了一个终极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的变化 那我再回头谈这位艺术家 因为在互联网上社会神经元的一个重要价值有两个 一个是创造新的艺术形态 还有一个就是创造群体的智慧 那群体的智慧的为什么会创得出来 就是我刚才讲的原理 就是因为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连接 它带来了信息的传递 传递的结果就是信息的不断的反馈和加强 那就会带来很多创新的想法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形式会变化 所以我用这个艺术形式变化 来接触我今天的演讲 这个先生叫艾未未 他是中国一个著名的新媒体艺术家 他去年被中国政府关押了大概81天 那实际上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过程 那他被关押之后呢 人们开始在互联网上传他的故事 所以第一时间就创造了他的这种图案 那传给大家 然后又有网民继续创造 就变成了这种样子 对 稍微有一点开始有一点演化了 然后又变成了这种样子 这就是另外一个 你还认得他是艾未未 对不对 然后就变成了这种样子 你还认得他是艾未未 然后又变成了这种样子 他还是艾未未 然后是这种样子 后来又变成了这个人的样子 这是一种政治反讽 所以在互联网上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传的很广的Meme 我们叫做美母 它是传播力很强的 带有很多丰富信息的信息源 可以通过我们社会神经院去传递 它是可以不断的被演化和再创造的 那你看到这个也是 哇 网民的创造 实际上在这个传播过程之中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过程 它被关押的过程 就是网民给他集资 要还大陆所谓的说 那艾未没有纳税的 这样的一个罪名 那就帮他再集资 一边在传播 这个集资的数额就在上涨 最后的集资额达到了900多万人民币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对 跟我们传统的文化都结合起来了 这是最后一张 还认得它是艾未未 对不对 但它已经变成了毕加索的公牛 最后的那个样子 最抽象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个人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之中 我们其实不断地在衍生 我们在参与到一个社会大脑的形成过程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分享 如果我们多分享一下 那这个分享的结果 就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的可能 这可能是创造力 也可能是非常新的艺术形式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能能加入到 这个分享的过程中进来 这就是分享主义 它不是社会主义 也不是资本主义 也不是共产主义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亲听 谢谢